大家好 我是佳佑思宝 最近一直有网友在问说现在牛价这么高 网上一直有人说这个牛价有可能要回落 现在入手养牛到底合不合适 至于现在入手养牛到底合不合适 确实也不好说 因为现在这个猪价跌得特别厉害 这个育肥牛的话现在小公牛也不太便宜 要是后期这个育肥牛价落的话 确实可能会挣不到钱 但是养这个繁殖母牛 只要是你把这个牛养好了 这个行情高点低点 一般都不至于付钱 就是挣多挣少的问题 所以说我们现在新手要想养牛 最好是选择养这个繁殖母牛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行情 不太明确 谁也保证不了这个后期这个牛的行情的走势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们一回头见